中文字幕 李宗盛 嗨!利TV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台版劉俊謙 我是港版潘少俊 你覺得我們哪裡長得最像? 笑容 笑容 對 眼睛 眼睛 我覺得是我們的心 真的 心很像 就是比較ㄎㄧㄤ ㄎㄧㄤ 都有耶 比方說 有時候可能有一些文化上的差異 或者有一些地方我沒有去過 他會跟我介紹 因為少俊有去過環島 對 然後我們因為這個戲 要去台灣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到香港 然後我也提前就跟劇情 因為我很喜歡拍照 所以我就說我大概有想要拍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 但我也沒有講很具體 那我就說那 那就給他安排這樣 結果他帶我去的每一個地方都是我非常喜歡的 而且我拍到很多很好的照片 因為他知道我喜歡拍照 所以我們有去深水步 去看了那個相機界 然後去 去M Plus M Plus 然後那邊的美術館我也很喜歡 所以我覺得有些東西就不用講得太清楚 可是對方都知道 要怎麼去 帶你去吧 嗯嗯 嗯嗯 我上一下 欸 我有點想 求救 小天使跟小主人是什麼意思啊 你在學校沒有玩過這種遊戲嗎 沒有欸 真的喔 就是 你可以隨便抽一個人 然後他呢 就是你的小 小主人 然後你每天 你是小天使 然後你抽到這個人 他是你的小主人 然後你要去關心他 但是這個小主人 不能讓他知道 不能讓他知道 所以等於說你抽到我 嗯 然後我覺得還是對你很好這樣 但是不要讓我知道 可是 然後我有我的那個下一個 就是好像連著 每個人都有一個人去關心 所以你沒有這樣玩過嗎 所以你沒有這樣玩過嗎 我沒有這樣玩過 但是如果我就有這個經驗 因為我之前在國中的時候 嗯 我有點像是班上的問題學生 所以 可能大家都很照顧我 所以每個人都是你的小天使 欸 我覺得不錯 不錯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 有一段時間 就是我在學校比較叛逆 所以我覺得 我算是那個時間 遇到很好的貴人 就是我的班導師 就會請班上的同學 就是大家會比較照顧我 比如說 呃 我有的時候 很常時候不在教室 所以我有些 呃 什麼功課啊 或是什麼 他們就會幫忙我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 的班長 他那時候是放學之後 還會去輔導室 特別把他今天上課 做的筆記的重點告訴我 嗯 然後我就要再寫在課本上 因為那時候很不愛念書 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 就是因為再回到班上 然後我覺得大家都很像是 我的 算是小組人嗎 嗯 算小天使 大家都很幫忙我 就是 呃 課業上面啊 或者是 重新再融入大家 因為有一段時間 有點像是問提學生 嗯 然後就是 大家都不是很喜歡 啊 後來又再回去 大家都很願意幫忙我 對啊 嗯 我反而覺得在戲裡面 好像不一定 因為是俊謙而改變 嗯 而是 我覺得在阿翔跟天羽身上 我覺得這也是這個電影 讓我覺得最 最美好 或是最溫暖的部分 就是最動人的是 不管成長的背景怎麼樣 經歷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碰到什麼樣的挫折 可是 他們都相信 從小時候最美好的一個 叫金氏灣的地方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都抱持著同樣 相信的某一件事情 而 而拉近彼此的距離 而更想要去找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它有點像是 因為一個最美好的東西 這樣 讓我們又拉近距離 然後有一個新的改變吧 嗯 對啊 嗯 欸你還沒說你的小天使 我的小天使 我覺得在我大學的時候吧 因為我們是念表演的 念表演很多時候都會遇到很多 很多 很多自己的問題 包括我 我 我本身我自己人生的一些問題 因為有時候通過表演 你會反應到 啊 我有什麼的缺點啊 嗯 我的性格是怎麼樣 然後 那個時候很多老師 或者 我們的同學 都會 互相的聊天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學表演 不單單只是想要表演得很好 嗯 而是怎麼樣去了解我們自己 嗯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小天使也蠻多的 因為我沒有其他東西 我沒有其他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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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的 當初我沒有想過要當演員 真的因為剛好而已 我的那個學校高考的成績 不是很好 你不是因為長得很帥 然後大家就說 哎你要 沒有沒有 我不是那種 八歲的時候就 參加那個什麼表演班 然後就想說 我一定要當 好像喬偉大哥什麼的 沒有 沒有這種想法 剛好只是剛好 沒有 因為就進不了大學 那朋友就跟我說 哎你要不要去考一下那個演藝學院 那我就好吧 那就很感恩就考上 等喔 我覺得這個等真的是 回到這個電影 我覺得知道俊謙也有一段時間 然後那時候好像也蠻多時候出 我們兩個長得蠻像的 所以我記得我們在拍的時候 我們好像有聊過真心 我覺得 哇 可以等到一個這樣這麼好的moment 然後可以碰到 覺得長得跟自己蠻像的人 可是你又不知道個性像不像 然後等到這個機會 又可以一起拍一個電影 然後發現 原來我們這麼合 或是這麼有共鳴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是蠻有意思的 就是就等到這個機會 然後一起拍這樣 我覺得 我覺得 能不能 這個片 拍得很開心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就是你等到一個 你覺得很熟悉 很共鳴的朋友 我覺得這件事情更重要 對啊 嗯 有 我覺得等 等待自己 有時候 就會想要等待一個更好的自己 出現 但不一定會出現 因為有時候 人生就是會上上下下 有時候會變 好像發現自己會變很差 或者覺得自己很爛 然後 有時候也會等待一個 可以長很多鬍子的自己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沒有我覺得 男生喔 就是有時候長大以後 對 我們希望我們的 造型的改變 可以更大 因為我們東方人 還有就是 我們少訓的 男性的荷爾摩 可能是 不是很多 沒有很多 所以我就每天 有時候看到鏡子 我都會等待一個 就是 整張臉都是鬍子的劉群傑 那就不要刮骨子就好了 可是長不出來 長不出來 對 就有點空虛 而且 你知道我現在 我現在已經比之前好一點點 好一點點 我之前是一點點 然後就那幾根長很長 他就 就是 他長不密 就是一直很稀疏 然後 到現在 因為 我懂 你知道 但是現在一直刮 一直刮 就開始越來越密 然後 有時候 就是好幾天 不用工作 然後就長鬍子的時候 就覺得 我今天好像特別成熟 好像特別有魅力的樣子 真的 真的 然後有些戲說 你可以留點鬍雜的時候 我就特別開心 好興奮 對 就覺得自己特別Man 對 最近你有留過鬍子嗎 有耶 就很空虛 很空虛 就沒有辦法這樣 整張臉都是 對啊 你看到很多外國的演員 整張臉都是 哇 超Man的 那個跟你起床看到的時候 不太一樣 對啊 因為平常我們不會化妝 平常都是比較空虛 很多 呃 比方說那個北海岸 我們去了北海岸 就是那個白沙灣 然後我們去了宜蘭 然後台東花蓮 然後那個恆春 很穿 就 基本上只有那個 可能 台中 我台中沒有去過 還有西邊沒有去過 西邊 對對對 所以幾乎有 半個圈的台灣我都去過 那 我們去了很多海邊 我發現我跟宜蘭也很喜歡海邊 對 對 好像我們的感情也像海洋的流動 我們會沒有正常 像溪水一樣長遠 就可能我的 就我心裡面的溪水流到你的心中 好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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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對了 有嗎 有嗎 哇賽 欸 那我想試試看 嗯 如果可以的話 我想回去 燒熏的小時候吧 因為那個時候你說是 你是打 就是朋友 朋友可能沒有很 沒有很融入 學校的生活 嗯 那我聽起來也會 可能覺得他內心會有點孤單 嗯 然後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我回到燒熏小時候 我會陪他打籃球 然後就說 欸 打完一場 我們就玩得很開心 然後就說 欸 我走了 欸 你就說為什麼 我來自未來的 拜拜 然後就消失了 就 但是我覺得可能 只有一天 就可以 陪他好好的玩一下 我覺得 也是蠻好的 蠻開心的 嗯 很酷 如果有 可以到未來的話 我會有點想要到未來看看 但是我什麼事情都不會做 我只是去看 哇 好殘酷欸 對 如果你發現未來有一些 不好的事情 怎麼辦 但我就會 我會接受它 嗯 我覺得那件事情就是 欸 好啊 那就去看看 那未來會怎麼樣 就是 去看了一下 就是我覺得我對於就是 整個環境或是世界就是 欸 未來會變成怎麼樣 我覺得我 我對這件事情很好奇 比如說 也許未來我們可能就在火星上面 嗯 對我 我對這很好奇 所以如果有機會 我想去未來看看 你會遇到生理識別 你也都 願意接受它 尤其是生理識別的 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正常會發生的事情 那我覺得 好 回到我自己身上 我也面臨了幾次這樣 那 可能就是跟我自己個性很像吧 就是 不管未來一定這件事情會發生 但現在能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那你不要讓自己 在未來會後悔嘛 比如說 好好跟你身邊的人說 啊 我很愛你 就是我很喜歡你 然後 我覺得你今天很好 好好去稱讚對方 好好地把 你心裡面當下 對他的感受 那 可以誠實地說出來 那也許在未來就不會後悔 所以其實 我蠻相信這件事情的 就是 那 不管是即時說愛 或是 那 你想要做什麼 就 立即的去做 我覺得這件事情還是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 本來變數就很多嘛 那 好好把心裡面想做的事情做完 其實還是蠻重要的 嗯 對啊 所以覺得對方最有魅力的地方 是在哪裡 我覺得對方最有魅力的地方 我覺得 我覺得俊賢很 可能這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表演有關係 但我覺得他 很會觀察別人 然後 很能夠 讓你很放心 跟很自在地跟他聊天 嗯 我覺得這是一件 很有魅力的事情 就是 不一定 你身邊的每一個朋友都會讓你有這種感覺 但我覺得他是一個這樣的存在 就是 他的存在會讓你不 不孤單 或者是很有安全感 嗯 我覺得 我覺得邵訊是 他的心吧 嗯 因為 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這麼單純的一個人 單純還是單純 單純 單純 對 啊 我覺得在我們這個行業的人通常都是比較 要 要糾結 嗯 會想很多啊 啊 也會遇到很多比較負面的可能情緒 但我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我跟邵訊在一起 他會讓我覺得很開心 就有時候如果拍了一場戲 我覺得自己演得不好 但我看到邵訊 他就 輕輕鬆鬆的 然後很 很快就可以 我們繼續往前走吧 不用再想 然後這個人 在我們的旁邊 我就會覺得 啊 原來人有時候真的 不需要那麼沉重 就算我們面對困難 我們也會 就可以過得比較輕鬆 比較簡單 樂觀一點去面對我們的問題 嗯 這個是 小薰帶給我的 嗯 這可能會不會 你機卡時間夠長嗎 夠 夠 夠一個小時 夠一個小時 那我們就在這邊看一個小時吧 好 看誰會先笑喔 corrupted 轉邊 轉邊 轉身 轉身 威脇 轉身 轉身 我先打 我先打 我以為你還要小時候 我來看吧 一分鐘 一分鐘 可能差不多 我覺得我們剛剛後面有一點動物 有 有這種動物的感覺 我們好像發展出一些 比較動物性的 一種鳥 我覺得有像鳥類的感覺 然後要請你們 跟著你們抽出來的卡 然後呢 就從圖片上面來聊聊 這需要男左女右嗎 OK 這不是 這邊是現在 這邊是未來 現在你要抽哪一個 好 我先嗎 對這種圖啊 趕快來聊聊就是 有什麼想要說的 喔 有沒有什麼 喔 跟粉絲們 喔 跟粉絲們 喔 OK 我先抽 我抽到一本書 嗯 我抽到一本書 喔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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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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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是一個人 一個人 你先講吧 你先講 嗯 嗯 嗯 啊 天宇是一個作家 然後 很多時候他都要寫字 包括他的心情啊 或者他的小說 然後我覺得 他也沒有想過 他也沒有想過 他跟那個阿翔 他們用寫心去聯絡 然後他也沒有想過 原來文字可以去 存在彼此的感情 嗯 然後好像讓兩個不同世界的人 聯在一起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 現在的那個 很多比方說 LINE啊 WhatsApp啊 都很方便 但我是覺得 這一種是 他們好像沒有那種 文字的溫度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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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希望 如果你們 有時候遇到一個 你自己很喜歡的人 或者你很想要去 關心他的人 你可以試試看寫字 寫封信給他 我覺得他會 他可以接收到你的關心 會 比你發他一個LINE 多很多 嗯 嗯 嗯 OK OK 我覺得這個也是 就是音符跟音樂 那 那你不唱歌嗎 我不唱歌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會很失望 不會 我唱歌他們會更失望 不是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這也是我正在 我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我覺得音樂 我覺得跟文字很像 我覺得文字他很 我覺得文字他很 有的時候他很俊相 有的時候很 很抽象 我覺得看你怎麼去定義他 但我覺得音樂 或是音符 就像這樣 他本來就是一個很 很抽象的東西 他很主觀 那 我現在也很常在練習彈鋼琴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因為我很喜歡聽音樂 但我真的不會唱歌 但我覺得音樂有的時候會讓我有很多很多的想像 比如說 也許有時候文字你很難形容的一個心情或是狀態 也許 我覺得我現在的情緒是這樣 我現在的氛圍是這樣 我丟了一首音樂給你 好像如果我們在這同樣的音樂裡面有得到共鳴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交流 所以我自己在角色上面的時候 我也很常做這件事情 就是為這角色找一首歌 為這角色定調一個 我覺得不管是一種旋律也好 一個音符也好 我覺得那個會是一個 我對他的質感的認識跟理解 在角色上面也是 我覺得音樂可以 我覺得也分享給粉絲 就是有的時候你很難去抒發自己的情緒 像我覺得在我生活當中 我覺得攝影也是一種我抒發情緒的方式 因為它會是一個觀點 它會是我捕捉這世界的角度 但有的時候好像又少了一種感覺 但我覺得 我覺得我現在常常在彈鋼琴 也許我只會單音或是幾個音 可是我會用這些音去拼湊出 我覺得屬於我現在的心情 跟我想要表達的東西 那是屬於我自己的 那聽得懂人會聽得懂 但我覺得它本來就很開放 就像我那時候在當DJ模仿飯的時候 我覺得也是 就是很多音律或是音頻 那都是一種抒發跟一種狀態 那我覺得音樂是一個 也許在你的心中 你還沒有找到一個自己的抒發管 或許音樂 像有些人會用打手碟 這種也是一個沒有制式的東西 你可以找到各種方式 那會是一種抒發 我覺得也是一種純真的快樂吧 因為它不被限制 它可以任你發揮 對 那你要一起再抽一張嗎 可以啊 可以啊 這個放旁邊 來 這個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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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動物 吃了嗎 吃了 這個是 這個是小狗嗎 對啊 它的背影 狗狗 狗狗的背影 因為戲裡面就有一隻狗狗狗狗 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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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很酷 它沒有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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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解釋這個圖了 我們好像那種什麼 我要分析 分析 卡羅牌 卡羅牌 沒有 所以我們要想這個圖畫 你想要跟粉絲們分享什麼 關於手工的事情 當時候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那個 我們的狗狗叫做 巴拉 巴拉 它很乖 然後 很有趣的是 很有趣的是 有時候我覺得 跟動物相處 會很直接的 可以感受到他們的情趣 我剛剛就知道你要說這個 是嗎 我剛剛才知道 因為人 我們特別是長大以後 我們很 很會去掩蓋 沒錯 最真的一些情緒吧 因為太赤裸裸的話 會很容易受傷 很怕不會被人家發現 我們最真實的狀態 那所以我覺得在動物的身上 有時候會看到 它想睡覺就睡覺 它生氣就生氣 它想要吃飯就吃飯 它想要去掩 跟你很親就可以 它不想給你就不想給你 但我覺得這樣也是蠻爽的 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好像也要找到 我們自己的一些 就 怎麼講 就是 不用管 有時候不用管環境 所帶給你的一些壓力 或者什麼 總是要找一些 自己的時間 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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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 跟這個飲料 飲料 那這個是什麼 愛心 你也有愛心 那這個呢 這個是 它的水滴 它融化了 哦 對 那這個呢 它藍掉了 這個蘋果有被蟲蟲咬過了 哦 是光亮的 哦 哦 哦 這個大致 大家可以各自解讀啊 就是對藝術的理解不同 對 對 我覺得這個回到我在這裡等你 我覺得在這個戲裡面 我們去了非常非常多的海邊 哦 嗯 那我覺得 在海邊非常適合搭上這個 蘋果配汽水 嗯 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涼爽 嗯 那這個也是我自己 因為我很愛衝浪 嗯 嗯 然後我覺得在衝浪 很熱很熱 衝了浪 在岸上喝一個這個 特別涼爽 所以推薦大家去 海邊衝浪的人 可以 記得帶 蘋果跟汽水 哈哈哈哈 可以做出自己的 蘋果汽水 哈哈哈哈 單純的衝浪 嗯 差一點 要帶蘋果跟汽水 嗯 對 好 最後就是 請幫我 就是講說 要請大家去看這個 OK OK 欸 我 我覺得那個狗狗那個 真的很不錯 就如果 自己有寵物的 我之前在 那個 有一個表演課的結束的Ending 我們也做過這樣的練習 就是 大家可以帶自己的角色狀態 或是你是一個 什麼樣性格的人 那 彼此之間各自的 大家的寵物就是會假 比如說他的毛毛 嗯 然後跟我的狗狗 跟他交換 我抱著他的毛毛 我就好好看他的毛毛 然後他的毛毛就會 會 給你一個不一樣的眼神 而那個眼神 他是直接跟反應是 因為你給予他什麼 他就會給予你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互動 嗯 非常有趣的 我覺得在這個戲裡面 我覺得芭樂也是 就是我們在跟他互動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寵物訓練師 也真的把狗帶到現場 然後讓我們很花時間 多一些時間去跟他互動 而那個狗狗才會真的親民 我覺得這個是 一個很有趣的互動跟練習 然後我覺得他也滿療癒的 嗯 嗯 這個是我跟范少勳主演的戲 嗯 那我從來沒有跟少勳合作過 那你們想看兩個很相似的人 一起演戲嗎 嗯 還有就是我們當中有很多很 很曖昧不明的一些畫面 嗯 或者有一些情緒 或者有一些故事 那等待你們去探索 沒錯 那我覺得 我在這裡等你這個電影裡面 我自己覺得很溫暖 然後也很想要推薦給大家 是 你唯有相信 才有機會改變 那我覺得這是一件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管是 呃 在你自己的生活裡 或是天遠的阿翔 我們都是努力的相信一件事情 而這個東西才有機會改變 嗯 那它是一件很溫暖的 那推薦給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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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